大批消防人员全聚集在民宅下方 远景一一拉起封锁线 不断忙进忙出 因为这里不久前发生火警意外 门窗全被烧得焦黑 根据目击民众表示 发生当下火烧得很快 冒烟后转眼一瞬间 整间民宅就已经全面燃烧 我就跟他指上这边失火了 因为已经看到火光了 我走到一门盖的时候 已经已经怎么都烟了 就是整个火都起来了 然后电话中听到 就赶快去外面来消防车 事发在新北市三重区 移动二层建物 周日凌晨一点多 消防人员获报后 紧急布水线抢救 现场火势迅速在25分钟扑灭后 消防员进屋搜寻 在二楼的房间内 发现一名67岁男子 不过当场是已没有生命迹象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1点左右民众报案 发生入海火箭 1点4分就到达现场 然后火水已经卷出 那我们在25分就把火水整个扑灭掉 那救出一名民众 OK 暗夜的一场恶火 不管救了出来人 一人性命 在医院跟死神拔河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在火吊人员调查理清 民众新闻综合报导 民众新闻综合报导